十元小孩期待已久一年一度的Halloween又來了 今晚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裡的十元小孩選擇最火爆的Halloween店 Ming Street Unionville 為什麼這裡的十元小孩這麼喜歡選擇這個店 如果大家有看我10月12日Ming Street Unionville的視頻 就知道這裡的熱鬧程度 萬聖節原來是每年11月1日 是西方人傳統的節日 而萬聖節的前一夜是10月31日 這個節日是最熱鬧的時刻 西方人就叫這一天叫Halloween 不用說最開心就是那些十元仔 不過大人都很忙碌 為了慶祝萬聖節的麗朗 那些十元仔盛裝打扮各種可愛的鬼怪 向逐家逐戶敲門 目的當然是拿糖 如果拿不到糖 好像說他們還會搞到蛋 不過我今晚跟著這裡的十元仔 都很有規矩 他們拿了一次就算了 不會回頭拿 西方還有一個傳說 就是這一晚那些鬼怪會 成裝打扮是混入那些十元仔 在那裡一起慶祝萬聖節的來臨 萬聖節的來臨 又不瞭解他 不知道原來他都有很多種傳說 聽說 大約在2000年前歐洲的天主教 認為10月31日是下季的正式結束 而新的一年11月1日 就正式開始燃航的冬天 其他那些鬼鬼怪怪 和靈魂那些我就不多說了 他有一種說法 是萬聖節其實是讚美秋天的節日 就像五月他們讚美春天一樣 歐洲有些國家 譬如大北列甸和愛爾蘭等那些國家 他們由10月31日午夜開始 到11月1日整整持續一天 來慶祝這一個之日 有一種說法 萬聖節的活動員 他們很簡單的 他們大部分在教堂舉行 人們都把萬聖節的前一夜 看作是盡情玩樂的時刻 他們還互相講鬼故 拿著機會來嚇苦對方 萬聖節其中有一樣東西 就是不少得的南瓜燈 這個南瓜燈古老傳說 是來自古代的愛爾蘭 傳說有一個叫Jacky的人 他喜歡喝酒 和他更好喜歡搞惡劇 在萬聖節當日 他就切些圈套 來把魔鬼綁在樹上 Jacky為了不讓魔鬼在樹上走下來 直接要魔鬼答應他 永遠不讓Jacky入地獄 就給他一支探 來做燈 Jacky把這些燃燒的探 放在一個大的紅蘿蔔 雕刻入面 這個就是萬聖節 第一個誕生的燈籠 那Jacky為了要回回他的愛爾蘭 不停地找路 但是他始終都找不到 變成這個燈籠永遠留在人間 這個古老的愛爾蘭傳說 他們的人就叫Jet Lanterns 後來有些愛爾蘭移居到美國 他們發現南瓜不能從來源和雕刻都比紅蘿蔔更勝一籌 不用說全治至今 南瓜燈籠就成了萬聖節的寵兒了 又有一種傳說 在19世紀初有些 逃避飢荒的愛爾蘭移民 來到北美洲 很順其自然 愛爾蘭人 將他們當時的風俗就帶來北美 萬聖節不是一個普通簡單的字 是一個龐大的商機 聽他報導說 美國可以在萬聖節的服裝、糖果和相關的飾物 銷售收入破紀錄達到大約91億美元 這樣的銷售情景 無論是人或者鬼 我都想他們都喜喜揚揚值得慶祝 關於萬聖節為什麼要送糖呢? 原來西方古時候 人們認為惡靈 會在每年10月30日 晚刻會重返人間 人們為了驅逐惡靈 他就會把屋內的火爐燈 或者燭台燈都熄不住 整間屋好像搞得很荒涼的女人住 而且主人還穿著古怪來剔除惡靈 這樣惡靈就不敢接近他們了 加上惡靈很怕吵集人多的地方 所以主人想出個辦法放糖果在門口 引小朋友來拿 惡靈就不敢來 逛了一整晚 整條街都很熱鬧 全部的生蚊仔和家長的聲音 這間屋的門前 佈置得非常之簡單 但是又很恐怖 很多人都不敢去 好了今晚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最重要 謝謝 真是不想這麼快去結束開心的時刻 開心的時間真是過得太快了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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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